欢乐妈妈赢 小鱼一个慢点 现摘的蔬菜水果是新鲜 但是累死了 超市里的菜都弄得干干净净 省不少事呢 没有洗衣机才是最可怕的 说的就是 孩子他爸倒是天天玩得比孩子还开心 以前啊 还有点时间看看书 拍点文艺照片什么的 现在啊 家务都干不过来了 可不是吧 我都不记得上次下午茶是多久的事了 累点也就算了 关键这还没有快递 都好久没有网够了 太想念拆包裹的感觉了 不过看到孩子们能在大自然中 好眼身心 一切都值得了 小鱼儿子 毛叔告诉我一个钓鱼的好地方 要不然我们一起去一下吧 没心情 我正愁着呢 原来是这样 秦子营不像家里生活方便 妈妈们平时太辛苦了 我们必须想办法让她们开心一点 好孩子 真懂事 让妈妈们还能像在家里一样方便舒服 比如围婿妈妈爱网购 对啊 这个建议不错 酱油没了 蛋白 蛋白 帮忙去毛叔那儿 买瓶酱油回来 快点啊 收到距离 你的任务到此结束 酱油我来送给围婿妈妈就行 蛋白快把酱油拿来 蛋白快把酱油拿来 蛋白 蛋白 你好 围婿妈妈的快递请查收 小河爸爸 你这是干什么 你看她蛋白了吗 买个酱油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回来 我菜都快炒糊了 这就是围婿妈妈网购的酱油 我从没网上买东西 再说这里也没有快递 算了 赶紧拿来 来吧 怎么这么多层包装 还这么难拆 怎么样 围婿妈妈 是不是感受到了拆包裹的快乐 糟了 太糊了 你们俩老实交代 这是搞的什么鬼 那个 我们只是想让围婿妈妈回味一下拆快递的快乐 什么 你们 大头 你这个主意可真不错 在一片花海里安静的读书 还能拍下美美的照片 你妈妈一定会很开心的 好 hardest 戳戳戳戳戳了 戳戳戳了 戳戳戳了 戳戳和我 戳戳戳 别提了 这次又搞砸了 别回心 我正在策划下午茶聚会的 这回我亲自出马 一定能成 太棒了 庄庄妈妈最喜欢搞聚会了 邀请其他妈妈也要来放松一下 他们一定会开心的 嗯 什么 孩子们要给咱们办个下午茶 这帮孩子最近是怎么了 你可千万别相信他们 前两天说让我体验拆快递的快乐 结果害得我把菜都炒糊了 我才惨呢 哄我说拍文艺女神照 结果害我掉进泥坑 各位妈妈 其实孩子们都是好心 想让你们在亲自营里 能像诚实的家庭里那样开心 哦 原来是这样 下午茶听起来是挺好的 不过为了避免再弄出什么乱子 我还有个主意 是 微信妈妈 现在都一切顺利 你们从来准备 有情况随时跟你们汇报 大头 餐具不够了 那咱们去找花婆婆接一些吧 这桌子怎么好像跟刚才不一样了 这桌子怎么好像跟刚才不一样了 这桌子怎么会把花眼了吗 对了 孩子们 跟我去厨房把茶和水果拿来吧 好 孩子们打打闹闹 这些餐具太容易摔坏 可不是嘛 哇 这插花很漂亮呀 是啊 餐具也摆得有模有样 真是很用心了 我记得咱们向花婆婆借的不是塑料餐具呀 难道是小偷爸爸 孩子们准备了这么多东西 真能敢 孩子们玩了半天肯定饿了 我给他们拿点点心 哎呀 别怕 我马上把他弄走 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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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挑选了好久的话 好吃的都掉地上了 真可惜 我们忙活了一下午 都怪我 委屈妈妈的快递 比小妹妈妈拍照都搞砸了 连下午茶也弄成这样 孩子们别难过了 这只是个意外 委屈妈妈 你们根本不知道 我们花了多少心思 就是想让你们开心 现在都白费了 不 妈妈们也是为了这个聚会付出了很多 什么意思啊 那些吃的喝的 还有布置现场准备餐具 都是妈妈们在背后默默帮助 你们的心意妈妈们都知道 所以妈妈们也是为了让你们开心 回去 妈妈 妈妈 好了 我们重新准备点吃的 来一个简约的聚会 一样开心 好 小明妈妈 今天你吓坏了吧 当时是挺害怕 但现在想起来 其实还蛮刺激的 就是 今天这个下午茶是我参加过的最有趣的一次 看来亲自营的生活虽然不像城市里方便 但也有特别的乐趣 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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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